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了 我的徒子徒孫可以出来了 看到没有 我为了可以掌握地上的权力 所以我平常没事就在玩近亲繁殖的病毒 这五个就是近亲繁殖病毒感染的病患 现在他们已经成为我地下皇帝的当派家族的成员一份子了 我平常让他们做什么事情呢 就是进行人脉卡位 譬如说像这一位子孙 他就是进入行政机关来卡位 这一位就是进入立法机关 这一位就是进入司法机关 这一位是进入媒体机关 这一位是进入财经机关 这五个机关好像是民主政治全力分立各自独立 好像看起来有任期的限制随着政党而轮替 但是实际上这五个人通通是我的子子孙孙 是我家属的一员 对不对 所以实际上看起来好像独立 实际上都是我一个地下皇帝的掌控之下 他们平常在上班的时候做什么呢 就是透过自己首长的职权 训练他们的下属扬成服从的观念 像我们行政机关就扬成了很多 又乖又笨的行政官 那行政官的首长就是总统 大家不要看这个总统 实际上是被我的手机所控制的 我们手机拿起来 那个总统请你向前三步走 不错不错很乖 请总统享有转 好再请你向后转 好的再请你享有转 好那总统小姐 请你任命下一任的行政院院长是蘇格格 好不好 好非常好 请总统回座 看到没有 这个总统看起来是总统 实际上是被地下皇帝所控制 小一个立法机关 请我们立法委员向前闪不走 好的 现在呢我要通过一部法律 请我们前面这位乖乖排的立委表决通过 好不好 表决通过 好 那如果说是这个议案 我不同意的话 请你否决这个议案 看到没有 这个立法委员其实就是我的玩偶 是我的傀儡 请你向后转 请回座 哈哈哈哈 所以总统 行政机关立法机关都被我控制 一样的司法机关 只要你不是我们的人 你想要当大法官 想要当院长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对不对 对 除了他们之外 我平常还会培训我的学生 进入政府的其他各大机关 像是媒体 或者是财经机关 掌握公权力 为了就是保障我的权力 可以世世代代的人羡 对不对 那你说我这个地下皇帝 为什么搞得这么辛苦呢 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的 就是什么 掏空台湾 例如说 我们的行政机关 结合了财经机关 我们就可以怎么样 上下其手 把台湾的资金 滚滚的运到国外 可以壮大自己的家族 对不对 壮大自己家族之后 如果被媒体发现 东窗事发 或者是司法的检警调查 不要忘了 这五个人 都是我的帮派家族的一份子 这个时候 我就可以来一个假改革 真诈骗 再透过控制司法 让这个案件平安的下庄 无罪宣判 对不对 对 所以啊 我们这个帮派家族 势大力大 虽然人数很少 却掌握了很大的权力 后面好像有三害的百姓要出场了 你们在叫什么叫啊 这三个百姓跟大家介绍一下 他们呢 是被我们奴隶化的 被阉割的 被欺压的老百姓 我们给他的薪水 一个月只有2万2千块 让他一辈子买不了房子 那他如果不工作的话呢 没有这2万2千块 又活不下去 所以就会一辈子受我们的控制 而且永世不得翻身 世袭的一个贫穷的阶级 对不对 对 所以 我们这群帮派家族 占了总人口的0.01% 大概是2千3百人 可是 我们却控制了 99.99%的2千3百万的贫穷百姓 对不对 对 开不开心 开不开心 爽不爽 爽 哈哈哈哈 你们三个贫穷百姓 有什么话要说啊 我们是风世代的被害人 谁来救救我们啊 谁来救救风世代的被害人 永世不得翻身的世袭贫穷呢 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陈志龙老师 来解救大家 掌声欢迎 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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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只有被害人 白色恐怖也只有被害人 政府的犯罪 掏空台湾 也只有被害人 不是台湾人 年轻人 各位不努力 各位都很聪明 又努力 可是呢 怎麼努力呢 也没有办法 就是我们努力一直赚钱 但是后面有一个 这个地下皇帝 掏空台湾 那我们的很多监督单位 都是假的 我們的很多单位都是假的 所以呢 他們就大而化之的 掏空台湾 所以這是 台灣的嚴重性呢 其實就是在於政府的犯罪 所以加害人是誰 就是地下皇帝 地下皇帝呢 是我們應該要抓的 那如果我們抓到地下皇帝呢 台灣就可以 像德國的1960年代 我們就可以步入正軌 那現在呢 我們剛剛看過 我們選的總統呢 選的立法委員呢 選的一些 金管會的這些代表啦 這些單位呢 還有司法呢 好像都沒有什麼功能 所以我們今天的記者會呢 就是找到最核心的問題 民嘴一直罵都沒有用 大家好 幹掉幹掉那個 藍什麼破掉都沒有用 真的都沒有用 真的還是要找到方法 拯救台灣 就是找到加害人 加害人剛剛我們有講過 只有 萬分之一 百分之零點零一 一共呢 兩千三百萬人的 零點零一 是多少 兩千三百個人 那這個是各個行業裡頭 還有司法幫 交通幫 財經幫 還有各種幫都一樣 那我們看的都是表象 那我們待會我們會 進行這個記者會來提出很多麻辣的 還有最核心的問題來問他們 就提出三問 三問他的幾個問題 三問為什麼不能解決